民眾排排座 醫護人員接續施打疫苗 長者第二劑AZ疫苗開打 民眾很踴躍 你住第一劑不舒服嗎 不舒服 他是怎麼樣 發燒還是疲倦 我沒有發燒 疲倦 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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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疫苗施打進度 就用市長林又昌前往市立體育館 視察長者第二劑施打情形 根據統計 金融市施打疫苗 已經突破了52% 在全國施打率名列前茅 我今天特別來視察 整個的一個狀況非常的踴躍 而且我有詢問一下這些長輩 在第一劑施打的時候 有沒有不舒服 有的人講說比較疲倦 有一位伯伯講說他有點吐 還沒有問到說發燒的 所以還是特別提醒我們這些長輩 打完疫苗之後 還是要注意施打之後的狀況 整個施打的秩序非常的好 我們基本上是跟其他縣市 可能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是從昨天15號 然後今天16 明天17號 我們在開打的第一日 我們就執行集中施打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這也會讓要打的這些長輩 在這三天絕大多數大概九成以上 大概全部都可以打完 針對台大醫院通過莫德納疫苗 混打高端疫苗臨床試驗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審核中 混打與否引起了民眾關注 林歐昌這麼說 想混打的問題是非常專業 這應該尊重醫學或者醫療專家的建議 我在這邊也不方便製品 我們就是遵照中央專家們的指示來執行 中央的一個指示 我們一定在地方把它落實 金融市也公布75歲以上長輩 施打AZ第二劑成果 因為長輩都十分踴躍 讓首日的施打率達到90.1% 記者黃少民 金融報導